如果没有冒险者的精神的话 我到现在应该就是一个上班族 我觉得要当一个好的探索者 基本上你要对很多事情有好奇 我们希望读得多去体验这个世界 我们觉得多去体验这个世界 比较容易让你的整个思维方式 价值判断比较柔软 然后可以慢慢去建立自己 对这个世界的真正看法 每个人最需要的是一个自我实现的机会 觉得人不应该只是在生存 而是可以真的去想象自己想要的东西 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太容易 去框架一个人的学习 很多方面去看一些事物之后 你会慢慢觉得说 其实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可能性 只是说我们还没有找到的方式而已 所以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你要先分析说 好 这个问题它为什么会发生 然后发生之后 现在我有什么可以做的事情 分析好之后再取一个 你自己认为最好的最佳的解决方式 会不会用知识解决问题 我觉得还不够 我觉得更下一个阶段 我们更应该培养是挖掘出问题的能力 你是要跟理想站在一起还是要跟现实妥协 那你接不接受那80%到90%的失败 那个1%的可能性永远都是最美好的 我们其实是一个满感行动的组织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其实没有准备好 但我们就觉得反正就试试看再说 因为你没有事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自己想象的跟现实是不是真的 那如果我今天能够知道教学的一些策略 或者是可以让一些方法 让你变得有成就感 我为什么不分享 这是我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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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们的 这是我们的 DSE故事 那你的呢